这头野牛太猛了 只见它单枪匹马冲入了狮群 打算营救自己奄奄一息的同伴 好几只狮子被它吓得后退连连 这头野牛能成功解救自己的同伴吗 就在刚刚 狮群全足出动抓住了一头成年野牛 这够狮群饱餐一顿的了 虽然野牛已经出气多进气少了 母狮还是兢兢烈烈地趴在野牛身上 咬住野牛的脖子 等待它断气 在母狮的身后 一只熊狮威严地趴在草地上 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它还不断地喘着粗气 以震慑这些潜伏的动物 整个狮群都在位 这即将到来的大餐做准备 就在这时 小狮子突然起身 推到野牛很远的位置 它们的身后出现了 一头气势汹汹的牛王 这头牛王非常淡定地 走到野牛的旁边 此时野牛身上只有一只母狮 狮群中其他狮子都撤离到安全距离 牛王为何如此淡定 它不害怕狮群吗 随着镜头的拉远 我们可以看到 牛王的身后跟了牛二 这两头牛重达一千多公斤 狮群要是和它们硬听 很可能两败俱伤 而且狮群不确定 牛二后面还有没有牛三 牛四 所以狮群没敢轻举妄动 不得不说趴在野牛身上的母狮 真是狮中豪杰 面对一千多斤的野牛也丝毫不虚 母狮对着牛王就是一顿呲牙咧嘴 与此同时牛王的族群也接二连三赶来 狮群中好几只狮子 被牛群吓得都跑到镜头外了 母狮没把它们当回事 他一巴掌赶走了上前闻野牛的牛王 牛王看这只母狮游言不尽 觉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牛王是一旁的牛二 牛二提着自己锋利的脚向母狮冲去 母狮非常能屈能伸 他也推到安全的位置 牛群心里害怕狮群回来攻击自己 所以赶走狮群后 牛王指挥大家赶紧撤退 没想到受伤的野牛起都起不来 牛群合计了一下 反正也是累赘 大家就撤退了 狮群也趁此机会包围住了野牛 野牛非常悲伤地嚎叫 他希望牛群救救自己 牛王听到了野牛的嚎叫赶了回来 他上前驱赶狮群 他想救救这头可怜的野牛 牛王赶走了大部分狮群 等他回到野牛身边 他看到了刚才趴在野牛的母狮 牛王看着面前的狮子 他还是退缩了 狮群还是成功拿下野牛 狮群中最早撤退的一波 也闻着胃赶了回来 大家可以美美地享受全肉燕 为了牛群的长远利益 牛群的做法没有错误 只能说大自然的法则就是物尽天责 武6 武6 武1 武7 武9 武9